我们看这题目 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那么这多选题 首先我们看A这个选项 等号的左边 那么10的十四方 这是定值 但是呢后面这里 2-2加2-2 比之到无穷 那么这部分呢 这公比 R是等于 负1 所以呢这个部分会是发散的 因此呢这里说 等于10的十四方 这是错误的 B这选项 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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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依此类推 那么这是一个 无穷等比级数 这公比R呢 是等于负3分之1 所以呢 这核会等于 1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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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这时候的公比R是等于0.1 那首相呢是0.9 因此这是1加3 这是1减R 也就是0.1分之A 那么这首相是0.9 所以呢这里是等于1加 0.9除以0.9 那么这是1 所以1加1是等于2 那么这里说是小于2 这是不合的 所以C的选项是错误的 D的选项 3-6加12-24 那依此类推 那这里呢首相是3 但是公比R 确实等于-2 所以呢R等于-2 没有落在-1和1之间 那么这个无穷等比奇数 这个合呢是发散的 所以这里说是等于1-2 分之3 这是错误的 所以D的选项错误 1的选项 那么这奇数 这个部分呢 这会是一个定值 那后面这部分 那后面这部分 我们视为是 首相是十分之一 那么公比呢是十分之一 那么公比R 是等于十分之一 这是落在-1和1之间 因此呢 这无穷等比奇数 这值是收敛的 那这又是定值 所以呢 这整个值是收敛 所以1的选项是正确的 因此呢 我们这题的答案要回答 B1 这个答案 再见